这西方一只传说中的诸神黄昏 竟然发生在了女武神的竞技场上 而以七天大圣为首合体的混沌魔园 更是让西方神拳摇摇欲坠 而一场史上最乱的风神大战即将上演 就在刚刚面对西方众神的最强一击 是皇帝化为龙魂一命相搏 而混世四豪不负众望 在所有人震惊的表情中 这混沌魔园顺时诞生 只见他高举悬黑色的混沌之柱 朝着西方众神就砸了下去 伴随着惊天的轰鸣声后 一阵剧烈的白光闪现而过 要论其威力 这西方神体绝对灰飞烟灭 可谁能想到这烟消云散之后 场上的观众竟然安然无恙 众人定睛一看才发现 这竞技场的四周不知何时 同时立起了彩色的防御屏障 他竟将这逆天的伤害 全部压缩在了场上 这一幕的出现太过让人震撼 要知道刚才那一棍 就连混沌黑洞都给打了出来 但这屏障从何而来 却不得而知 这还没完 众人随后发现 在这竞技场内 所有的西方众神竟然也安然无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面对着充满混沌力量的惊天一击 他们真就强到了如此地步吗 当然不是 原来就在混沌魔源一棍 砸下来的一瞬间 这西方众神除宙斯奥丁以外 其余所有人全都祭出了 属于自己的神格 也就是靠着众神的神格之力 才堪堪挡下了这一击 可这代价却极为惨痛 不错 此时的场上除宙斯奥丁以外 其余的所有人都变成了凡人之躯 再无神明之体 就在这短短片刻 西方神底的根基已经在逐渐溃散 当混沌魔源解体 七天大圣再次出现之时 宙斯和奥丁最不想看到的一幕 还是发生了 只见七天大圣突然笑道 两位主神好生厉害 我确实不能拿你们二位如何 但其余各位都已经是凡人之躯 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跑 这话音刚落 他手持金工棒 只取洛基和阿瑞斯 而就在大圣即将得手之时 一匹天马竟突然出现 挡住了他的去路 而下一秒 主神压迪娜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不错 那匹天马也正是来自于 他的十二星圣斗师 就在此时 这十二人将众神抵挡在神后 眼见西方众神的人是越来越多 可没想到 这七天大圣的更兴奋了 眼见着这一场大混战 是必无可避的时候 东方突然冒出一股 磅礴的神圣力量 这股力量与之前的彩色屏障完全一致 而下一秒 一个身影出现在了竞技场上 只听他慢慢说道 我的孩子们的命运 还轮不到你西方来管 众人见后 难掩静伪之色 这位东方的神明 正是创世神女娃 只见他右手倾台 十二生肖守护神 出现在了场上 这一时间 任谁都能看得出来 场上的十二生肖 与对方的十二星座之间 必定有一场恶战 眼看着双方 随时都有可能动手之时 一个更糟糕的情况正在悄然发生 原来混世似猴刚刚打出的混沌一击 虽然被压缩在场内 可这巨大的震动 却震碎了女武神的生命复活期 这一时间 各路魔神地形复活人间 而被打散的众神神哥 也散落在世界各地 引得一众强者跃跃欲失 这抢夺西方神哥的大战 迫在眉睫 据实际记载 阿末元年 这一场被称之为 史上最乱 风神大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